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半的方向是开放的这样的range 这种range query 称作为grounded 落地的grounded range query 我们现在来按照刚才的思路 先不急于去解决二维的情况 我们先把目标锁定在一维的情况 那么一维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说大致来说是这样的 也就是我们要在一组元素中 比如一线在一维空间中的点中 我们一旦给定这点以后 经常我们要给出这样的query range 也就是确实是一个interval 但是它的一端 比如说通常我们认为最左端是通向无穷的 这样的一种range 其实与其说是有两个元素 两个边界来确定的 不如说更严格的 其实只需要一个边界 比如说对我们这两个 如果我考虑23 左边通往富无穷 我们现在来考虑 在这样的一个range中 包含哪些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这样类型的 一维的grounded range query 应该怎么来作答呢 显然 既然它是一般的range query的一个特例 我们当然可以来套用以前的方法 重规重矩的方法 堂堂正正的方法 你应该记得 我们确实像这个图所介绍的那样 可以将所有这些元素组织起来 构成一颗bbst 或者称为是一颗one dimensionalrange tree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tree以后 你还记得 我们会做一个人字形的搜索 得到有一段起始的 公共路径的一匹尔和一纳 再次强调一遍 我们这里的一匹尔 未必是真的就是严格的单调的向左 一纳也未必是严格单调的向右 中间的过程中 可能会zigzag 有很多曲折的拐弯 锯齿 但是从大体来看 是一匹尔和一纳 好 我们所有的答案都介乎于 这一匹尔和一纳中 所有的那些指数 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正责子级 我们将它们并起来 就会发现 它们既没有重复 而且也没有遗漏 恰好把我们需要报告的那些点 全部悉数的都报告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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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